现在来介绍高斯函数 首先的话呢 先介绍高斯函数的符号 那同学看一下 这个符号的话呢 很像中瓜胡的话来说的话呢 它是斜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平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定义是表示 不大于x的最大整数 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比x大 但是的话呢 我要取它为整数 从这个表面上面来看的话呢 不容易了解 我们的话呢 就拿几个例题 同学就会比较容易知道 我们来看看例题 这个来看 我们看看第一个例题 5.4取高斯函数号的话呢 它的数字是多少 5.4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 最靠近它的整数 又不能比它大的数字是多少呢 同学应该猜到了 它应该是5 再来看看4.99呢 4.99的话呢 它取了高斯函数的话呢 同学千万不要把它以为是四舍五入 它其实如果以正数而言的话呢 它叫做无条件的舍去小数点 所以这个答案的话应该是几呢 应该是4 再继续往下看 7呢 如果是7 我们来想想看 答案到底是7还是6 7有没有比7大 7没有比7大 不大于7的最大整数 那就是7了 所以的话呢 它如果它本身就是整数 那么我们就取了高斯函数 就是照超 再来看π π是一个无理数 那它的话的近似值 大约是3.14 那么我们的话呢 写的话呢 当然就是写3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负的情况 负的话来说的话呢 如果说是负8 负8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刚刚才提过 如果说它本身就是整数 我们就直接把答案写下去 那这个是多少呢 负8 现在再来看了 负3.4 负3.4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来想想看 不能比它大 那么应该是多少呢 又取整数哦 那取整数的是 负4 再看看这个 负的6.99 负的6点多 那就是不能比它大的 要比它小的整数 最靠近它的是多少呢 负7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了 这几个符号的话呢 这几个例题 同学的话呢 应该就会比较认识 什么叫做高斯函数了 对于函数的图形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想要了解它 图形是怎么样的画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来画画看 高斯函数的图形是怎么画的 来 我们来看看Y 各位同学看 Y要是零 那么的话呢 各位同学要知道 X的话呢 可能的值是多少 只要比一小的 通通取了高斯函数之后 都会变零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了 它这是一个多对一的函数 X的范围只要是比一小 只要是大于等于零 各位同学看一看 零点几的话呢 都会取了高斯函数之后 它都会变成了零 那么依此类推 如果Y是一 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Y是一的话呢 X是一点多 都会造成的是一 那么我们这边的X是 怎么怎么写的 X范围是小于 只要小于二 然后呢 它只要大于或等于一 它取了这个高斯函数之后 都会变成一 再来 这个的地方的话呢 只要是三 大于等于二 那同学的话呢 是不是找到了它的规则了 这边答案应该是写几呢 写二 那么各位同学看看这个图形 我们的话呢 要把图形 函数的图形画出来的话呢 是可以了解 一个图形的状况跟趋势的 那么横轴 我们的话呢 习惯叫它X轴 纵轴叫做Y 来我们来看一看 X是零到一之间 包含那个零的那一点 它的高度 Y指的是它的高度 Y的高度是零 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画呢 我们是在这边 这个地方的话呢 X是一的话呢 它是零到一 然后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的一个小地方 小于一 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呢 它是一个空心点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了 这个地方 我们要画的是一个空心点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等于零的 我们的话呢 画一个十心的点 这一段的话呢 我们图形在这上面 再看看这个 它的高度是一 高度是一 这一在这边 那么X的范围是一到二 包含一那一点 这边是二 那么一到二的话呢 那怎么画呢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右边的话呢 是一个空心的点 左边是一个十心的点 那各位同学看看 X如果是一到二之间 包含一的那一点的话呢 它的高度是一 再过来看这个呢 如果是二到三 那各位同学 依此类推 可以画出这个图形了 左边这边是一个十心点 所以我们这边画的是一个十心的 那右边的话呢 是一个空心的点 我们的话呢 依此类推 这样子画出来 各位同学能不能够看得出来 它的图形的趋势呢 它的图形的话呢 是一个像个爬楼梯一样的方式 去表达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又称这种函数图形 高斯函数的图形叫做阶梯函数 高斯函数的话呢 在很多的升学考试 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的话呢 经常会出现 那有一个高斯函数的一个很重要的不等式 那我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说明 各位同学请看 一个取高斯函数的一个x的话呢 它取过了以后 是不是它会一定会稍微小一点 或了不起一样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 这个不等式的部分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直接写出来 我如果取过了高斯函数 基本上来说 它会比较小 或者是相等 所以它小于等于自己本身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左边的那部分 那更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说 我取了一个高斯函数 它最多最多也是了不起 它去删除了它的小数点部分 它不可能会删除太多 也不可能会删除1以上 于是的话呢 我可以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它的话呢 一定会比原来的数字 减1要来得大 各位同学的话呢 一定要很清楚地了解 这个不等式 在未来的一些 不等式的证明之中 我们会经常出现 那高斯函数的部分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